周瑜都督升仗是点将派兵 今夜就要和曹操决议死战 要火烧曹营 现在江东降效 可算是把这风判下来 因为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孔明先生在南平山 借风 这风真来了 风一下来的时候 都督的心情和全营降效一样 非常高兴 可是就在这一瞬间 周瑜是越想越怕 孔明这个人也太厉害了 此人有多天地造化之能 神鬼莫测之机 如果让他保了刘备 将来必成我江东的大患 我现在非把孔明除了不可 就在此时此刻 周瑜都督看孔明啊 终于草草八十三万人亡 他立刻派徐胜丁凤二将 到南平山去杀孔明 去完了一步 二将跑回来禀报 说孔明已经被赵云 赵子龙接走了 东风一起 孔明啊 游打南平山下来 上船了 多快 哎呀 周瑜一跺脚 他是悔恨不及啊 这孔明可太高了 处处想到我的前边 怎么会叫他走了呢 自从啊 周瑜想杀孔明那天 直到现在是三杀未成 第一次呢 就是聚铁山节梁 周瑜想借曹子的刀 把孔明杀了 结果让人家孔明给扁破了 没办到 第二次就是三天造舰 给孔明三天线造十万只凋零剑 既不给工也不给料 人力物力各个方面设置了重重困难 周瑜想打孔明一个一物军机之罪 摘一台的手机 人家孔明啊 游打草草那 把剑借了 整好三天线满 又没杀成 今儿个东风一起 周瑜立刻派二将上南平山 去杀孔明 而且还嘱咐了一番 见着孔明连话都不说 是举刀就斩 提头来见 我有重伤 出乎意料 人家又让赵云接走了 哎呀 前两次杀不了他行 有个商量余地 这回跟他商量都不商量了 是见着就宰 哎呦你就荡言宰不了 你说孔明这人多厉害 这人不出怎么能行呢 他这本事太大了 他要是保着刘备 我江东早晚得毁在他的手里 这可怎么办呢 旁边的鲁肃一看 都督急成这样 他劝说几句 都督啊 我看您别着急了 如今呢 曹操是陈兵百万 眼看今天咱们就要和他决战 好不容易 孔明先生借下了东风 我觉得今天晚上 咱们火烧曹营能够一战成功 是不是咱们先把曹操打败 等打败曹操之后呢 孔明栩栩突治 不知都督意下如何 意思就是说 您再慢慢收拾孔明 还不行吗 只好如此了 子敬啊 我知道 你不忍杀孔明 这个人有本领 是啊 哎 他越有本领 对咱江东的威胁就越大呀 哎 督督 我跟您说实话 我总觉得呀 孔明先生这人不错 孙刘两家联合破槽啊 人家出了不少的力 再说曹操没灭 先斩孔明 我总觉得不妥 望都督三次 周瑜听着这点了点头 嗯 子敬言之有理 待本都破槽之后 我定斩孔明的手机 来 勒一鼓 声掌 随着这隆隆的战鼓声 文武权到齐了 周都督秉证归坐 率安后上锤手 坐的是老江城普 下手坐着鲁肃 正当中 是大都督周公警 他当即拿起一支令箭 甘宁挺身出列 共守十里 不知都督哪旁使用 我给你三千人马 所有的军校都要打曹营的旗号 你带着菜中 沿长江南岸 直取乌超 就是乌林 那是草草屯粮之地 让军校复兴前往 背着柴火去烧粮仓 粮仓火起 军心必乱 不得有误 得令 把菜盒留下来 在我帐下 听用 遵命 说着甘宁把令箭就接过去了 太时辞听令 再 给你三千人马 奔黄州地界 断曹萨合肥之援 就是专打曹萨的援军 放火为号 你看红旗招战 那就是吴侯的先锋官 陆逊的人马 让陆逊前去接应你 不得有误 得令 这两路人马 路途遥远 必须领令先行 两位将军 接过大令 出战口点齐人马 走了 都督派第三队吕蒙 领兵三千到乌林去接应甘宁 是火烧草草的汉寨 第四路灵统 领兵到伊林接手 看乌林火起 你是立刻接应 第五队让赌西 从汉阳杀入曹萨大战 看白旗 白旗是你接应的人马 第六队 让潘璋领三千人马 打着白旗 往汉阳接应东西 不得有误 得令啊 潘璋把令接过去了 都督让老将军 黄盖把二十只火船 准备好拍一名小校 带着书信到曹营去下书 就说今夜 黄盖来详 得令啊 老将军 黄盖把令接到手里了 蒋亲周采 陈武汉党游赛 你四人各领战船三百只 三百只战船为一队 每队战船前有二十只火船 仅随老将军黄盖的船后 只要看黄盖船头起火 你们是一起催动火船 冲入曹操的水寨 烧他一个满江火滚 烟烟战天 不得有物 得令得令 大令 这四将把令舰全都举起来了 是举着大令出战口 一个个贫胸跌度 都督传令让丁凤徐胜 为战前护军校尉 丁凤在左徐胜在右 自举老将军成仆 乘帅船 为全军督战 让侃泽与张昭张子部 这些谋士守住中军大战 只等总号令一下是一举进攻了 在总号令什么时候下呢 在黄昏之后 西山放火炮 是南平山举棋为号 这可真是令下山摇洞 声仗鬼神经啊 终于督督这一番安排 使得好多武将都暗暗赞配 从心眼里都佩服他们的都督周瑜 治军有法 用军有方 周瑜这番安排啊 自己也很满意 就在这满意的同时 不由得都督督又想起孔明来了 哎 就差一点啊 我把孔明杀了就好了 不知道现在孔明哪儿去了 孔明先上哪儿去了 回了下口了 人家也派兵去了 刘备在下口把赵云打发走了 去接孔明军师 刘备一直很担心 赵云走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军师还不回来 就在这时候 公子刘奇来打探消息 跟刘备一见面说叔叔啊 不是孙刘两家联合破槽吗 怎么广让人家江东发兵啊 我看您把人哪儿安排到这儿 一直按兵不动 这是怎么回事 唉 刘备叹了口气 先知啊 我不是不动 不能动啊 因为现在没有军事的将领 我这不是把子龙打发走了吗 到江东接军事去了 上一次啊 我上江东大营赋宴 见着军事 军事跟我说 就让这一天 就是11月20日 假子日这天啊 让我把子龙打发去 接他回来 现在你看 子龙去了都一天了 还没见军事的踪影 要先知啊 你说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刘备的焦急的心情 公子刘备看出来 他只好安慰呗 叔叔 我看不能吧 我听说孔明先生 在江东大营 那周瑜都督带他如上宾 唉 先知啊 你不知道周瑜这个人啊 他忌妒 这个人心胸很狭隘 上回他请我去什么赋宴呢 那都是假的 感情他要杀我 幸亏我把关羽带去了 不然我就完了 就是那次啊 把军事吓坏了 叔叔 叔 两个人正在这儿谈话呢 跑来一个小校 说启禀主公 我们看远处里来了一条快船 可能是军事回来了 是吗 呃 这边来了 船头上坐的正是孔明先生 身后站着的 就是赵云赵子龙啊 子龙把先生给接回来了 赵子龙一箭啪 把徐胜丁凤 那翻棚的棚锁给射断了 把那俩给吓回去了 然后他保着孔明先生回来了 孔明先生坐在那儿 呵 那个稳当 那当然了 这次在南平山借风 孔明先生 算是把周瑜都督 给蒙红了 通俗说一句呀 就是把周瑜给唬了 孔明这次南平山借风 真把那东南风给借下来了 哪儿啊 那是他故弄玄虚 迷惑对手啊 那风不是借下来的 那是气象的变化 您别听孔明跟周瑜说 说我幼年遇一人 遇上一个奇异之人 学过奇门遁甲 呼 我又懂天文 又懂地理 等等等等 都是虚张声势 要不这么这样 孔明先生走不了 干嘛孔明 单挑个十一月二十日夹子 这天呢 早两天 晚两天都不行 因为这天呢 是冬至 风向肯定起变化 孔明算出来的 不是啊 那他怎么值得的呢 由于孔明 长期居住在笼中 他生活在长江汉水之间 不是幼年就在笼中耕种吗 和他兄弟一块经常种地呀 所以对长江气象变化 他非常熟悉 作为孔明来说呀 预测几天 那气候变化 不算什么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 楚润有雨 月润有风啊 为什么孔明先生 把那七星潭 布置得那么花手 他是为了转移啊 周瑜那注意力 因为那时候周瑜 光盼风了 孔明先生这么一安排 周瑜他就想啊 哎呀 他摆设得这么花手 他能不能把风借起来 周瑜一想这个呢 孔明好抽身走 要不就那么容易 平平安安的回他下口来了 哎呦 你看把刘备给乐的呀 嘴都合不上了 是先生 是先生回来了 朕乃国之姓也 民之姓也 孔明一上船 刘备拉着孔明的手 眼圈红了 先生啊 多日不见 想杀我 徐恩德呀 你都要想死我了 说着又要哭了 哎 这哭啊 是刘备的拿手好戏 孔明赶忙安慰 主公不必担忧 我这不是很平安的回来了吗 上次我让主公您 把人马战船准备好 您准备了吗 完全准备妥当了 就等军事您调用 多谢主公 说着 孔明和公子刘奇打个招呼 孔明跟刘奇挺客气 那当然了 刘奇是荆州之主啊 父尊子贵 刘表的儿子呀 马上军事吩咐声仗 摔案后 正当中坐的是孔明 上手坐着刘备 下手坐着公子刘奇 军事当即传令 让子龙带三千人马 渡江取小鹿奔乌林埋伏 在卢尾深处 把人马埋伏好 等今夜四更以后 曹操必然率领残兵败将 有乌林经过 子龙你让过他的头尾 由当中烧杀起来 这一战呢 谁不能把曹操杀得全军进末 也杀他一个丢盔卸家 遵令 子龙伸手要接这令箭 可是他打了个愣神 让孔明看出来 子龙 有话要说吗 启禀军事 乌林有两条路 一条路通往南郡 一条路通往荆州 我不知道把人马埋伏在哪条路上 孔明点点头啊 心里暗暗佩服赵云 真是一员大将 这得问明白了 要是稀里糊涂领人马去 我埋伏在这条路上 曹操从那边跑了怎么办呢 再不就误头误撞 我去了正好曹操来了 打个胜仗 那么这仗怎么胜的呢 所以自己得问 孔明点头 说他问得好 子龙啊 我想过了 南郡一带啊 有江东的人马 看来曹操啊 不能从那边走 他一定要取到荆州回许帐 为此呢 子龙你就把人马埋伏到通往荆州的路上 不得有 遵令 子龙接令走了 以德何在 何在 哼 三将军张飞这高兴 心说我们军事不错啊 派完了 子龙就派我 准得派我个美差 他把刚燃这么一撕 谁不知军事 那 啪 调用 三将军 我想给你三千人马 埋伏在葫芦谷口 明日风过 必然有雨啊 曹操啊 先是让火烧一下子 然后再让雨焦一下子 走到葫芦谷口这 他是人困马发 就要在这埋锅造饭 三将军你等着 曹操的这饭也熟了 刚要从锅里往外盛 这时候 你就点炮杀兔 杀他一个望风逃窜 你的军校啊 就不用带干领了 等曹操把饭做得了 你们就去吃现成的 这一仗虽然捉不到曹操啊 范将军 你这功劳可也非小啊 嘿嘿 把张飞给乐的 心说这差事可真不赖 哦 做得了饭 等着我们去吃 以后有这差事 您就多派几回 多谢军师 他也不说得令 给孔明道了个谢 举着大令 点齐三千飞虎军 浩浩荡荡 就搬葫芦谷口去了 孔明又传令 让弥主 弥方 刘峰 带领三千人哪 乘着船呢 是岩浆食物 就是捡东西 捡什么呀 得什么捡什么 挥凯甲咒 旗指 刀枪 粮草 人马 建什么要什么呀 没烧坏那船也要 刘备在旁边一听 频频点头 心说先生 您安排的太妙了 咱们家底太空了 是得划了点门 要得对 然后孔明先生 请公子刘旗 立刻回到武昌 武昌隔江相望 那是要地呀 请公子领人马 把守住了江岸 如果曹祖的败兵 败在那边去 你就把他捉住 可是公子你千万不要轻易离开武昌 公子领命 我这就跟军事您告辞 辞别了叔父 孔明把公子刘旗送出帐口 回来 坐在那会儿他看了看 就在这时啊 旁边有一员大将 急的是擦拳摸掌 怎么回事全派完了 单单就没派他 什么时候才能够派我呢 这位是谁啊 二将军 郭宇 他不时的温一合着凤幕 看孔明 听说军事 差不多了吧 恰巧就在这时啊 孔明真从帅案上 拿起一支令箭 看了关羽一眼 哎 孔明先生把这支令箭 轻轻的 又放在桌子上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只见孔明先生 把刨袖一摆 散账 要散账 孔明先生这话 刚这么一出口 那话鱼还没等落地呢 就让关羽给拦住了 起码 他把残眉这么一束 手撵长燃 真是 孙刘两家联合破仇 江东周朗 领人马要火烧曹营 此刻正是英雄用武之力 斩将夺魁之时 其他众将 均有使命 为俺关羽一字不提 是何 礼 关羽活了 全派了 你怎么不派我呀 二将军活了 孔明先生不发火 瞅着关羽 微微一笑 哦 二将军 你要请令啊 正是 嗨 方才我把令箭 已经拿起来 我真想 委派二将军你呀 去把守一个重要爱口 我愿逃令 且慢 我怕难为二将军 嗯 关羽一愣 君是此话怎讲 怎么会难为我呢 凭二将军之武艺 斩将夺魁 把守关口 都不足一论 不过要想擒拿曹操 这可就要难为你了 我为什么说这条路口重要 曹操兵败之后 特别是在葫芦谷口 遇到三将军之后 他身边的人马 几乎是料料无几了 此时曹操 是举手可擒 不过 要让二将军 拟擒他 未免难为你 当初曹操 带二将军情意深厚 我怕足下呀 不忍下手 哎 关羽听到这儿 啪 把吴柳常然这么一甩 军师说的哪里话来 不错 当初 郭某在许昌 曹操 是上马踢进 下马相迎 三日小宴 五日大宴 带郭某如上宾 可是我已经 报答他了 解白马之尾 斩过艳梁 诸过温仇 我不欠他的情意 今日如关某 把手华容 两曹贼 泪生双赤 也难以飞过 哦 倘若二将军 要放了曹操 那该如何呢 关某 愿意军他 你怎么处置我都行 孔明点了点头 如此说来 那就请二将军 你立下军令状 笔墨测 关羽提起笔列 刷刷刷 把军令状写了啪 笔扔了 接令在手 转身就要走 且慢 二将军 你领人马到华容 到埋伏起来之后 你点他几堆烟火 以烟为主 不要火 迷惑 曹操 啊 国宇听着这会儿摇了摇头 军师差异 你错了 孔明一愣 怎么见得 此乃一兵之计 曹操用兵诡诈 他一眼就会识破 你这地方有埋伏 他怎么能走华容刀 必然是绕道而行 孔明摇了摇头 二将军 其不闻 兵法上说 虚虚实实 正因为曹操 用兵诡诈 他疑心过人 这人疑心非常大 如果要换别的统帅 一看这地方起烟火了 说明这儿有扶兵 绕道走了 唯独曹操 你不点烟火则已 点起来 他还是非从这儿走不可 这就叫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所以二将军 你就至管点来 军师 如果点起烟火 曹操不走华容刀 当如何呢 哎哟 孔明一听就明白了 这是关羽跟自己 要自举呀 我也愿意给二将军你 立下个军令状 有劳军师 说到这儿关羽一共手 别客气 写吧 孔明把军令状写好了 交给了关羽 二将军 把守华容 欲见曹操 修得荣情 尊灵 说着话 关羽 把军令状 带起来右手 举大令 左手一丝 于踏尾 洋洋得意 大踏步 走出帐头 带领 官 平周苍 还有五百 削刀手 走了 刘备这时候 把心低了起来了 看了看孔明 军师 我家二弟 意气深重啊 如果他真把曹操放了 可怎么办呢 主公不必担忧 我想二将军不愧 有军令状在此 军无戏言 越说这刘备越害怕 孔明先生说完之后 留下简庸孙前 看守城池 我陪主公您 登上城楼 登高一望 且看今晚周朗用兵火烧 赤壁